想把乌克兰拉入北约同盟国 而北约同盟国呢 恰常就针对俄罗斯的 美军在那个俄罗斯边境啊 部署了大量的军队 只有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一条边境 没有被美军部署 美军也不敢去那部署 因为他没有那个权力去那边派兵和部署 所以说他美军想把那个乌克兰 给拉入到他的北约同盟国里面来 这样只要乌克兰是北约的 他就可以进行派兵 然后就把俄罗斯给团团围住 最后给他一口一口的给他吃掉 但是美国普京 这个俄罗斯的普京大帝一看 都来到家门口了 不能惯着他呀 于是在那个2022年2月24日10时 那个俄军展开了一场特别的军事行动 为什么要说是特别的军事行动呢 因为人家说了这个宣战 不好意思啊 把人家都有防备了 拿特别军事行动来说呀 跟你说一件事情跟你们没关系 但是乌克兰不知道 他这场军事行动 针对的就是他自己 然后俄军就在那个距离 乌克兰最近的军事基地 把所有的战斗机轰炸机全部派出了 仅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那个乌克兰啊 整个军队溃不成军 把俄军把乌克兰所有的机场 船长还有军事基地 全部给炸了一番 那个普丁就认为 那个乌克兰啊 实际上就是一直想想帮助美国 所以我们先要去打掉乌克兰 然后并警告美国来了一场下打威 然后来了一场杀戏给我们看 那乌克兰为什么要加入北约同盟 苏联解体后 那个乌克兰那边就留下了2100余枚核弹头 而这些核弹头呢 恰好可以对各个国家产生打击 美国一想啊 有2100枚核弹头 这么好的事情 可能会对俄罗斯展开巨大的打击 所以就想把那个乌克兰给靠拢 不能让他加入自己 最后联合攻击俄罗斯 然后最后把俄罗斯给冲掉